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35条原文 上次课呢,我们对原文做了解释 分析了麻黄汤症的主要临床症后 以及产生的病基 也介绍了麻黄汤的药物构成 详细解释了这个汤当中 麻黄性能贵姿 这些药物配物的一些临床用意 那我们给大家留了几个问题 就是一,临床上有没有麻黄汤症 二,怎么去够 开麻黄汤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说一说这两个问题 那么说第一个问题 临床上有没有麻黄汤症 那么作为一个临床中医来讲呢 我们经常感慨我们很难在临床上 制造一个新鲜的感冒 所谓新鲜的感冒 就是说它以感受富含表写的最初阶段的这个病程 还存在 而实际上呢 大多数的这类病呢 首先外感之后 可能一是自己做了一些处理 第二可能是首先选择吃吸药 那么通过这些早期自己的干预 或者是吸吸药的干预之后 那么再到我们这儿来看的这些病啊 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新鲜的感冒 非常难得看到一个新鲜的感冒 那么作为一个麻黄汤症 它是一个典型的太阳伤寒 它是外感风寒邪气较重的初期阶段的一个典型的伤寒表冻 所以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在临床上啊 要碰到一个典型的或者是新鲜的感冒 新鲜的伤寒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 在哪些病人身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个典型的 这一个纯粹的麻黄汤症呢 第一儿科病人 第二轻壮年的患者 换句话讲就是这类病人 他身体里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那么往往在感受风寒表写初期呢 我们能够遇到这类典型的麻黄汤症 不像我们有的学者所说的 今天这个麻黄汤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为什么呢 第一说在临床上遇不到麻黄汤症 二认为今天在临床上没有哪一个医生敢开麻黄汤 那么对于我们说 第一个观点我们已经解释了 说在有些特殊的人群当中 我们是能够遇到典型的麻黄汤症的 那么对于第二个观点就是 没有医生敢开麻黄汤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遇到了麻黄汤症 不敢开麻黄汤 那这个病症怎么去对症治疗呢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就不敢开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生日的解释 重景说啊 它的这个麻黄汤呢 是麻黄三两 贵制二两 甘草一两 信仁七十个 信仁我们已经说了 为什么是七十个 我们单说前面三个问题 尤其策动说麻黄贵制的量的问题 麻黄四十五克 贵制三十克 这个我们在今天确实没有哪一个医生敢这么去开 即使你敢我们也不主张你去这样给人开一个麻黄汤疏 麻黄开成四十五克 那么这个量啊远远超出了要点规定的法定的量 超出了两三倍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也是不主张大家用这样一个计量换算去对它进行一个厨房用药的 因为带有一定的风险 要规避症床上的这种医疗风险 我们抛出这个用药的法律限定 我们来说这个方到底敢不敢开 麻黄开四十五克 贵制开二两 甘草开一两 那么第一呢我们看到这个药 它煎煮是煮了一次 我们在前面也讲到了 今天我们也是煎煮两次 大多煎煮两次 有的可能会煎煮三次 撒汗当中的方呢大多只煎一次 所以煎一次煎两次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撕存率来看的话呢 大体有一个两倍的差异 煎两次可能会 视入的这种比例更高一些 所以说呢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煎一次它的有效量 实际上只有今天我们煎两次的二分之一左右 这是第一个 虽然量大 但是并没有把这么大量的药物的所有的有效治疗成分 把它煎煮出来 第二呢 在这个方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桂枝配甘草的配物 那么桂枝配开草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它是桂枝甘草汤 桂枝甘草汤是一个心肝化痒激发心芽的 那我们都知道在临床上 如果一个病人用发汗的药 不管是咱们的中药还是西药 病人发汗太多之后呢 耗伤心痒应该是容易出现的 汗为心之液汗出太多之后 会导致心阳气躯 病人出现心慌心剂凶悶 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桂枝甘草汤 心肝化痒激发它的心痒来 缓解这种病人的不适 对于麻黄汤来说 我们在前面强调了说麻黄汤症 因为感受风寒血气比较重 所以说需要麻黄汤这样一个相对心肝发汗较强的药来解决它的这样一个症 所以说呢麻黄汤的发汗力度是比较强的 我们在考虑开多大量的时候 C就是在考虑如何来权衡麻黄汤 发挥一个比较科学的发汗的这样一个治疗作用 所以说对于食用麻黄汤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发汗过重 如果发汗过重会怎么样 会耗伤心痒 那么从这个方的构成来看的话 桂枝甘草可以心肝化痒激发心痒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麻黄汤本身在它的药物组成当中就已经考虑到了 因为它的发汗力度较强 可能会导致病人出汗太多 所以用上了桂枝甘草新疗化痒来预防这样一个过度发汗 耗尚信仰的这种风险呢 所以说第二点 因为方当中桂枝甘草这样一个药物的组合 在一定程度上 它预防性的考虑到了如何去回避 发汗过多 耗伤心痒的这个弊端 那么第三呢 我们要注意到重景在后面所交代的一些服用方法 尤其是我们在前面讲桂枝汤的时候讲到的 汗出变身泽泽然 微是有汗 如一时许 这个时候说 喝了一服 也就是说呢 喝了一次 病人出汗就达到了理想的状态了 剩下的药是不需要喝的 那么麻黄汤 汤煎煮出来之后 它的量每次喝多少呢 每次喝的是八盒 八盒就是160毫升 这个八盒除了跟我们前面讲的桂枝汤的一升来看呢 它是减少了服用的量 所以说呢 在回避 贵麻黄汤可能发汗较重的这个操作上啊 第三点就是减少它每次服用的量 那么还有第四点 其实我们也不能够服力 就是重景所讲的所有的这里 新温发汗截表的这些药 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其他的药 它都在强调一点就是重病极致 所以伤寒当中的方啊 大多用药郡某四大 所以它强调的是追求素效 大多是一两三副 这个病症的症状啊 就要得到明显的缓解和控制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把握不住这样一个重病极致的治疗法度的话呢 可能过度的去使用这个咱们的军方去针对性治疗某一些病症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病症好了 接着继续用又耗上它的症气 所以说麻烦汤也有这个问题 在主要是喝完要注意到重病极致 万一这个病人熬出的这二升半 每次喝160毫升 这个只喝了一次 也就只喝了160毫升 这个病症它就好了 剩下的两次是没有喝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病人服用的麻烦汤 它的治疗的量可能就只有15克 那么15克虽然它的量也相对较大 超出我们要点贵的量 但是说这个量我们在精神上还是敢开的 也还是比较安全的 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我们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这个麻烦汤喝了一碗 只有三分之一的麻烦汤的有效的量 最后把这个病治好了 那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那么我们说用了麻烦汤之后啊 病人没有出汗 完全一点汗都没有 没有达到它的这种新山走表 汗出冰域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又该怎么办呢 接着喝第二碗就更没有问题了 你想它喝一碗 这一碗当中还有45克麻烦 这个它都没有出汗 那就说明这个病人的体质是能够耐受住这个量的 所以说接着让它喝 同样的如果喝第二碗还没出汗 更加说明它感谢叫这种体质 能够耐受这种力度的发汗的药物 那么可以接着喝第三碗 所以以此类推 所以说呢 对于像这种病症 用这个药 到底对于它来讲 是不是安全的 是不是科学的 其实还在于我们医生 在临床上要更多细心的观察 病人用了这个药之后 它的一个具体的临床反应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很多医生的 在临床上给病人把方疑开完之后 可能交代怎么肩服就完了 不再交代说你回家之后啊 要注意一下观察你喝药出汗的状态 出多了该怎么办 从少了该怎么办 很少有医生去做这种交代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在临床上啊 有的医生大剂量使用麻黄疼 大剂量开麻黄疼 出现一些医疗纠纷 甚至发生医疗事故 所导致的主要原因 所以单从这个方的使用 我们刚刚讲到了 有四点我们要注意到的 能够把这四点都考虑到了 注意到了 那么就按到麻黄45颗的量开出去 问题也是不大的 这是我说对于这个方的原方原量呢 我们有建议一个理解 那么其实说啊 我不管说几点 说一点 说两点 说四点 都在说这个方本身是安全的 但是并不代表我主张大家在临床上啊 都这么勇敢的去开麻黄45颗的这一个麻黄疼 这个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呢 既要考虑这个治疗的临床效果 更要考虑如何符合法规 如何保护自己 会规避这些没有必要的医疗纠纷 那么我在临床上怎么开这个麻黄疼的呢 只要我确定这是个麻黄疼症 我还是会开麻黄疼的 那我一般呢 会把这个麻黄开成 三四种药 或者三四个药 当你开麻黄说 开麻黄开45颗太大了 不合法 要出问题 好 那麻黄开10颗没有问题呢 麻黄开10颗没太大问题 我一般是二颗病人呢 我用量比较少 我一般的是开个5颗6颗8颗 成人呢 我们一般会用个10颗 我不会开的太重 但是当我考虑说 这个病人感受风寒邪气较重 你开10颗麻黄 虽然合规合法 但是这四颗麻黄 能不能解决 它的这种较重的风寒表现呢 当你觉得这个 不可能解决 它的风寒表现的时候 你就开始琢磨了 我如何增加这个方当中的 发汗的力度 解表的力度 所以我一般是 麻黄开完之后 觉得量不够 我们再加点输液呀 输液觉得还不够 再加点经济呀 经济还不够 我们再加点枪火呀 以此把一个麻黄 45颗的这个麻黄的量 拆分为四个药 每个药四颗都很安全了 那么对于柜子这个药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一个由四味药 所构成的麻黄汤 我们可以开成十味药 或者是十二味药的 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厨房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医生 在读医案的时候 说你看 我们在医案当中 很少看到有医生 开麻黄汤的 确实你很难看到 厨房当中写出 四个药物构成的麻黄汤 但是我们今天讲了 这个思路之后 你再去读这种类似的 你会发现 原来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把一个药 拆分为三个药 四个药 就开出一个 大于四个药的麻黄汤 这怎么不是麻黄汤呢 这当然是麻黄汤 只要对于麻黄汤症的 治疗的建议方 我们都认为它符合麻黄汤的方意 它不具备有麻黄汤的形 但它具备有麻黄汤的神 这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呢 关于35条麻黄汤 那么麻黄汤到底在宁床上 能够解决自己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麻黄汤解决的问题呢 第一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伤寒 或者是感受风寒较重的 这类伤寒表症 这是它的第一类病症 第一类病症除了条件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有疼痛 有表现乌寒发热的特点 有无憾而揣的这个特征之外呢 我们还得要注意到的 就是它可能会有咳嗽卡痰 这个痰呢大多是清晰的白痰 甚至于病人不觉得这个是痰 因为他觉得这个痰呢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的 那种卡的粘臭的痰 所以这个是关于麻黄汤 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第一点就是用于治疗 纯粹的风寒表现 较重的这类病症 伴随的有轻微咳喘 有明显的这种清晰白痰的 这类病症 那么这个方的 其实还可以用于 冰床上风寒死血 导致的这种身体避震 避痛 简单讲啊 说这个病病没有打喷嚏 没有流鼻涕 没有乌寒发热 它就是一身疼痛 而这个一身疼痛 就能够找到具体的病因 比如说明了雨了 回来浑身疼痛 比如说下了这个田工作之后 浑身疼痛 比如说出了海之后 浑身疼痛等等 这类风寒死血 三种邪气 导致身体避痛的 可以把它确诊 属于是寒死在表的 可以用麻黄汤 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很多石油麻黄汤 可以解决的病症呢 他这种病人大多喜欢在实际生活当中 去做一些什么这个推拿呀 把火关啊等等 像这种明显的 寒死在表身体 避痛或者是酸胀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驱除表汗 驱除表湿 因为它治疗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类血气发散出去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方法 它的发汗力量比较强 只适用于风寒术表 表是无汗之症 表须自汗 外感风热 体虚外感 产后失血 并忍均不能够使用 那同样的包括经期的这类 与心外感的病症 哪怕它是一个伤寒典型的临床特征 但是在经期 这个方是不能够随便用的 另外在使用这个方的时候啊 也要反复强调 止方止渴 占用 不可多服 你不要一来给人开个一皱的麻黄汤 那这个是要出问题的 另外在服药的过程当中 要给病人交代清楚 易敷汗出 不需再服 要让病人服用这个方的时候呢 密切观察病人自身出汗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 只喝了一次麻黄汤 出汗也挺好 但是这个病还没有好 又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汗后表证人不解 麻黄汤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它的治疗不能够暂停 我们商量论中也讲到了 对于这种汗过一次 病症没有彻底好的 可以改用柜子汤 或者是我们后面要给大家介绍的 柜子麻黄各半汤 柜子月皮一汤 柜子麻黄一 柜子麻黄各半 等这些方 对它进行后续的治疗 这个我们在后面呢 还要给大家做介绍 我们说呢 这个麻黄汤呢 是我们后世治疗 呼吸系统克材 的一个基础方 是一个主方 我们在后面呢 可以看到 很多以麻黄汤为基础方 进行加减变化而来的 除了咱们商论当中的 后面我们要介绍的 大青龙 小青龙 麻性石干 等等这些方 包括金贵的 色干麻黄汤 厚铺麻黄汤 定采汤 等等等等 这些它都具备有 典型的麻黄汤的影子在里面 另外呢 在我们后世的一些石方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太平惠民 合计局方当中的 华盖伞 这个是用本方简区贵枝 加上苏子三百皮 陈皮 茯苓 拿来治疗 肺受含血 咳嗽气喘 加入了降气行精之品 所以对于肺时宣讲 精气庸致的咳喘 非常的有效 那么还有呢 以这个方为基础方 去掉柜汁 只有三个药物构成的 这个三奥汤 它也是治疗感冒风寒 头痛生痛 踹壳胸闷 或是坦白清晰 等等这类 那磁方呢 它主要善于开旋肺气 降力频繁 发汗的密度 不如麻黄汤 这个我们在精通上呢 也可以根据它的具体病症 来选择使用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 除了我们金贵当中的内阳系方 之后呢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麻黄家祖汤 咱们金贵的 用于治疗寒湿代表 肢体 繁痛 有这个结表出湿的功能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有名的 麻性乙干汤 基本方区贵之价以仁 治疗这个风湿代表 一身静痛 发热 以日不时为较重的 这个特征的这类病症 常于截表趋势 那么像我们这次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引起的这种肺炎 那么在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 所出台的这些治疗的方式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麻性乙干汤的影子在里面 其实对于这次非典型的 这种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这类肺炎呢 它在它的肺细病症阶段呢 确实会表现出一类寒食预肺 导致肺食宣发书这样的 严重的咳出来的 也有在初期阶段所出现的 外感风寒夹湿 尤其是夹湿 非常典型 所以麻性乙干汤 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密变化 应对这类病症的某个阶段的一些资料 好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 上次课没有讲完的 35条麻黄汤症的条文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38条和39条 那么这两条呢 讲的是大七龙汤症 大七龙汤症 那么大七龙汤症 小七龙汤症呢 是咱们太阳病当中较重要的一类病症 许多研究者呢 常常把大小七龙汤症 当作太阳病的基本症候类型 比如咱们这个生生师庙在千金义方当中呢 对于太阳病的分类就分为太阳病柜子法 麻黄法和青龙法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纲顶地学说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展开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自己查一些资料 去了解一下什么叫三纲顶地学说 我虽然不是特别赞同这种分类方法 但我同样认为呢 大小七龙汤症 是咱们太阳病本症当中的重要的一类病症 当然这个大七龙汤小七龙汤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计 在今天的临床十一件当中呢 使用的频率也非常的高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条原文 38条 太阳中风卖佛颈发热物喊生疼痛 不汗趋而反受者大七龙汤阻止 若卖佛若汗出物风者不可扶之 扶之则绝力精涕肉损此为利也 那么我们看到啊 卖佛颈发热物喊生疼痛不汗出 这是一个典型的太阳伤寒 但是前面讲到了太阳中风 按说的应该是太阳伤寒卖佛颈发热物喊等等 他写的是太阳中风 而我们的39条呢 一来就是伤寒 完了卖佛缓生不痛但重 乍有青石 无哨阴症者 大七龙汤发之 那一个是阻止 一个是发之 一个是伤寒卖佛缓 一个是中风卖佛颈 太阳中风怎么可能卖佛颈呢 太阳伤寒又怎么可能卖佛缓呢 所以对于这两条条文呢 有很多的争议 当然我们首先否定的是 有的人认为说 38条应该改成太阳伤寒 39条应该改成中风 那么说这个改法肯定是不太符合临床时机的 对于这条条文的理解 我的观点呢 在之前给大家已经阐述过了 就是在商行论当中 所谓的风与寒呢 重景认为是界限不明显的 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临床病症的时候 如果单纯的从病因病症的角度去严格的区分 什么是风 什么是寒 意义其实不是特别大 而我们在临床上更侧重的是 病人当前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候特征 来确定他的症治 当然呢 也不是说不考虑他的病因 我们是在考虑病因的基础上 更侧重在临床症候 临床症状体征的特征上 来进行辩证论治 所以说我一般主张的就是38 39 不要去刻意的是讲中风 而讲伤寒 因为这个意义不太大 我们侧重在他的临床症候的分析上来看 麦佛锦发热物寒 生疼痛 不汗 除而烦躁者 这是在麻黄汤的基础上 多了一个烦躁症 这个烦躁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我们说 这是因为风寒邪气 玉壁基表较重 未养玉壁于泪 导致淤热泪生 所以是 预热内生扰乱心生所出现的烦躁 那么要解决这个烦躁 重点不应该解决热 而应该解决导致热所产生的较重的风寒表现 所以说呢 这个病毒的治疗应该要侧重在新温发寒节表 而不是在清内热 所谓大龙可以行云作雨 小龙能够兴风作浪 这其实都在强调 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的这种新温走表 或者是新温的这种药性的特征上 因此我们可以大体知道 大青龙汤的药物构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它一定是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增强它的新温发寒的力度 来对应这样一个病症的核心病基 大青龙汤的药物构成是麻黄汤的基础上 从药味上来讲 它是增加了石膏、大枣和生姜 另外是加倍使用了麻黄 麻黄用到了6两 石膏是如鸡脂大 那么这个石膏到底有多大的量 那么鸡脂就是指的鸡蛋 如一泥鸡蛋那么大 大约就是50立方厘米 石膏的密度大体是2.4克每泥方厘米 因此按照这个来进行称重 石膏的重量大体是120克 麻黄6两按照汉字折传下来应该是90克 所以说这样麻黄和石膏的比例就是4比3 那么从这个比例来看 麻黄的用量并不算太大 把这个方当中的贵枝、生姜、麻黄 这里心温心善走表的药放在一块 可以得出一个大体趋势 就是大西龙汤的心温发汗的药 要大于清热的这个石膏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大西龙汤 它是侧重在心温走表、心温发汗 而不是侧重在清它的内热 今天咱们的有些方技术当中的 把这个大西龙汤的量啊 就折传成了现代的剂量 说麻黄10克、贵枝6克、杏仁9克、甘草6克 也就是在麻黄汤的基础上 加上石膏30克、生姜9克、大草15克 那么这样来算的话呢 石膏30克 它的生姜加上麻黄加上贵枝 总量都没有超过石膏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方技术当中 会认为这是一个伤寒、发热、误寒、菊犬、全身疼痛、无憾反躁、慢向佛景的一个病症 并认为呢 这是一个表寒理热症 把清热作为了一个治疗的重点 这个跟咱们伤寒论原著当中的 这一个大西龙汤症呢 是不完全吻合的 那我记得我在前面在给大家讲到贵枝汤的时候呢 讲到了当病人服用贵枝汤 病人病情较重 用量贵枝汤较轻的时候呢 病人会出现病情反而加重 那么说该如何处理 那就是在维持贵枝汤比例的基础上 把贵枝、生姜等这些药的量加大 来增强这个方的治疗功效 那么从大西龙汤的这个药物构成来看呢 它把麻黄增加到了6克 这足以说明呢 它依然是要在麻黄汤的技术上增加新温发汗的药的这个 总量来增强整个方的新善周表发汗的力度 那这应该是咱们川派伤寒对大西龙汤症以及大西龙汤的一个认识 那当然呢 这个因为第一不一样的 对这些病症的解读和这些方的应用啊 它是有差异的 那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到中药大学的老师们会认为 这个石膏如基质大 那么石膏就是30克 如果按照这个量来折算下来的话 那么麻黄就90克 就远远大于石膏的量很多倍了 如果是按照这个量来临床使用大西龙汤 那确实是要慎之又慎 因为它的新温的药实在是超出了这个新凉的药太多倍 所以说如果用之不当啊 确实会导致大汗亡洋 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啊 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算是按照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这个石膏和麻黄的比例是4比3来看的话呢 就有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 就说啊 你把这个石膏的量开得这么大 跟麻黄的量还要大一些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方的心善走表的力度 这涉及到呢 这个方当中的药物构成和它的药性药味的问题呢 那么对于石膏来讲呢 它跟麻黄配合在一起 因为石膏是心凉的 心能够走表 凉能够清热 麻黄是心善走表的 石膏也是偏心的 所以说一般会认为呢 石膏虽然是凉的 但是石膏的心味依然可以配合麻贵来打表 石膏的良性能够散内在的淤热 同时化胸中的淤热为汗 随麻贵透表而出 麻贵配合石膏呢 发表而不助热 而石膏得麻黄贵之 又能够借其发表的作用外打激透 这样能够良善表热 因此呢 麻黄与石膏之间呢 不仅主制各有重点 同时呢 就是相须相至的 这一点呢 非常的重要 而方当中所加入的生姜 可以提到防石膏寒凉 伤胃又能够助麻黄结表 大造肝温 亦中焦脾胃 可以以支柱汗远 所以说整个方呢 在增强心善走表 或者是清除内在淤热的技术上呢 同时考虑到了 顾负人体中焦的正气 尤其是生姜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防止石膏寒凉伤胃 这一点来讲呢 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在我们后面所讲到的 白斧汤 白斧甲人参汤 以及竹叶石膏汤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在方的配物当中啊 它加进来有一种精密 这个精密呢 可以起到顾负味的作用 它也是防止重用寒凉植品 对宗教所导致的损伤 而作为大青龙汤来讲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 石膏和麻方的比例 是这个关系的话呢 当然要考虑 这么大量 相对大量的石膏 进到人体会对宗教 所导致的影响 所以我们当在给病人 开油这种石膏的 尤其是这个石膏的量 相对较大的这些方机 给病人用的时候 如果病人反馈回来说 胃不舒服 或者是胃有点脏 或者是有点恶心 有点痛等等 那你要考虑到 有可能是含粮药 对中胶导致的损伤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 加生姜 或者是增加圆的 出发当中生姜的量 以及加上金米 或者是加上草麦芽 稻芽 都可以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呢 缓解它的 这些一个不适的反应 好 那么这个是 关于这个方的要构成 对于它的一个具体使用啊 重点在后面 也是交代非常详细 它的煎煮的时间 跟这个桂枝汤 跟蛮黄汤都有相同的特点 就是煎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要作用它的胃 把味道煎出来 用它的胃来发挥它的治疗作用 这是它的重要的一个考虑 足取三身 去扎温服医生 取微湿汗 我们虽然说 大西龙汤的发汗力度要强 但并不是说 一定要让病人喝大西龙汤 出太多汗 不管是用多强的行为发汗的药 病人出汗的要求是一样的 就是微是有汗 另外呢 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啊 很难有医生说 我给你开这个方啊 就是让你出一身小汗 不会出大汗的 没有哪个医生能够预测到这么精准 所以说重景 他也会这样认为 当他所开的这个大西龙汤 病人用了之后 出了大汗了 怎么办呢 后面讲 汗出多者温粉粉质 这个温粉呢 据考证就是古代用米粉 用米粉拿来炒热之后呢 拿来食用的 当病人出汗太多的时候 把这个炒热的米粉 附在人的基表 让毛孔不至于过度开泄 这样呢 汗就不会出的太多 那么结合到今天 我们临床实际当中呢 我会这样来交代他 我把这个厨房交给病人之后 我马上会告诉他 第一 你回去要观察出汗 到底多不多 如果出汗多的话 要减少他的出汗 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自己买一瓶爽生粉 或者是肺脂粉 在汗出太多的时候呢 在基表服一点肺脂粉 这是可以的 那你要说去用米粉太麻烦了 可以用肺脂粉来替代它 另外要强调 一敷汗者停后敷 说用了大西龙汤啊 病人出汗已经明显了 后面的药就不要再喝了 那是不是说 大西龙汤正喝了一碗 大西龙汤这个病就彻底好的呢 我们说 喝一碗就彻底好 有这种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是喝了一碗 病症减轻 但没有彻底好 这个没有彻底好 能不能够用大西龙汤 我们说效不更方的 说这个是切记切记 不能够的啊 应该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换成我们后面的 比如说麻黄汤 或者是桂枝汤 以及我们讲的这些 桂枝麻黄哥半汤 等小汉方来进行后续的跟踪治疗 为了强烈这一点 他说如果反复服用呢 最终的后果是汉出亡阳碎须 勿含返兆不得名也 那实际上就是大汉亡阳了 阳气虚衰了 这个是关于大西龙汤 也实际上是 对所有的这类新闻发汗力度 较强的这些方的一个总体要求 在调言当中呢 他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除了我们要强调用药的 过程当中不要反复多次服用之外呢 他在调言当中明确用文字告诉你 若脉弗弱 这是指阳气虚的人 哪怕他感寒很重 但是不能用这个方来进行治疗 另外呢 是感受风热 或者是感受风血较重的 汉出雾风的不可服用 因为这就变成了病轻而要重了 如果这两类病人凑着使用之后 跟过用大青龙汤的后果是一样的 耗伤人的阳气 太阳的阳气损伤较重 最终波及到的是 绍阴的阳气 所以他后面所说的 扶持者绝力 金气肉损 实际上就是耗伤了 绍阴的阳气 导致绍阴阳气虚衰 不能够温达四目而出现 是指绝论 因为绍阴阳气虚衰 不能够支水 水是翻译肌肤筋脉 必然出现金气肉损 这实际上就是肌肉 跳动 就是肢体功能障碍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三十八条 三十九条呢 应该是对大青龙汤方的 临床应用的一个补充 那么我们看他怎么补充呢 说伤寒脉伏缓伤不痛 但重乍有青史 无哨运症者 大青龙汤发指 那么我们在很多的教材当中 或者是伤寒的这些解读的 专注当中呢 会有这样一个认为 说脉伏缓伤不痛 但重乍有青史 从这一阵后来看呢 他比前面的三十八条说 身疼痛 卖佛景 等等这些要轻 因此认为 三十九条讲的是 感受风寒邪气较轻 所引起的一类大青龙汤症 那感受风寒邪气较轻 能不能够引起大青龙汤症呢 我们认为是可以引起大青龙汤症的 在我们后面呢 会介绍有一个汤症叫 贵之而月皮一汤症 贵之而月皮一汤症呢 就是指的感受风寒邪气较轻 或者是风寒邪气在体内预必较久 但是邪气病不太重 便出现了外有风寒 内有淤热的坚异力病症 它所用的这个方法是一个小汉方 加一点清热的丝膏 跟咱们这个大青龙汤的药物构成的结构 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在三十九条说 这是感受风寒气较轻 又欲避人的阳气 导致内热 内热欲避的这种冰镇呢 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除了这个解释之外呢 我们更多的会认为 当然也是咱们这个 川派伤寒的一个观点的 那我们会认为呢 这一条更多的强调的应该是 感受表邪当中的失邪 失邪重作连厉 失邪侵犯人体之后 身不痛但重 所以失邪困住肌表 或者困住皮羊 导致羊气不能够伸展 病人更多的是肢体困重 而不是疼痛 当然如果感受失邪较重的 它也会出现疼痛 你像我们后面 经规当中所讲到的麻性乙干汤 那么失邪侵犯到人体机表 导致羊气不能够运转 所出现的肢体困重 是不是一直存在呢 我们说它一个环节的时候 叫炸有轻死 我们人体体内 失气重的时候 那么失气对人的羊气 是额制作用 导致羊气的主动的功能 发挥不出来 那么当人能够动的时候 或者说主动的去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羊气得以伸展 它的这种困重的 这种临床表现呢 就会适当的减轻 这个在咱们程度啊 非常典型 我在给同学上课的时候 我经常发现很多同学 坐在课堂上 精神不好 萎靡不整 打瞌睡 我会建议他 我说你站起来走一走 或者是站着听课吧 他一会就有精神了 他就不打瞌睡了 因为咱们程度啊 失气较重 对羊气困额之后 那么动作生羊 让他动一动 羊气得以伸展 那么失气对羊气的困额 就会减轻 所以说这跟咱们39条 讲的这个情况啊 说弹中再有轻死 是比较相吻合的 无哨音正者 无哨音正者 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是强调 说什么呢 是想强调说 在39条当中啊 他依然是有烦躁的 那么38条讲的烦躁 是有内热 在38条后面 跟的这个38的 大圣汤方当中呢 他讲到 若复复 汉多亡羊岁须 勿风烦躁 又讲的一个烦躁 这个烦躁 其实就是讲的 一个哨音的烦躁 这个烦躁 是因为哨音阳气不足 声音与若阳相争 阳气正而不胜 所出现的一种虚弱性的 躁躁不灵 那么根本上 他是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 无哨音症 是因为病人体内有烦躁 而这个烦躁 是由淤热所导致的 而不是哨音阳气须 所导致的烦躁 因此 这个病症的病基 跟咱们38条的这个病基 是一样的 就是外有表邪欲弊 内有 欲热内生 只不过可以理解为38条是风寒表现 39条是湿血 所以用大西龙汤发枝 大西龙汤发枝 发什么呢 就是把基表的这类 湿血 发散出去 或者是风湿 发散出去 那么病人的株症 就会得到缓解 那实际上 我们今天在四川 在成都 这样在一个四川大盆地领域当中 我们经常用大西龙汤 拿来治疗 实险欲弊基表 所导致的肢体困重 法力疼痛 等等 这类病症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两条条文的学习 我们大体知道了 大西龙汤可以用于治疗外含 外在风寒表现 欲弊阳气交动产生淤热的 这样一个 表含磊热症的治疗 我们可以根据磊热的轻重 来权衡石膏量的大小 所以说 石膏的量 讲的是如基脂大 而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 一个计量单位 因为它在一个具体的 不同病人身上 它的用量可能会要轻重 要随之而变化 第二呢 可以用大西龙汤 拿来治疗 外感风湿 或者是外感湿血 欲弊阳气所出现的 肢体困重 等这类表证 也用大西龙汤发指 那我们说除了治疗 这两类表证之外呢 大西龙汤在咱们 金柜当中还可以 治疗原类病 那就是拿来治疗 义饮是指的 病人四肢水肿 随饮邪气 异于四肢 饮水流行 归于四肢 当汗出而不汗出 身体疼痛的 所以这个四也好 水也好 那么其实性质 是大体一样的 这类输阴的一些 去困个肌表 导致肢体功能障碍 或者是感觉障碍 或者是感觉不适的呢 咱们都可以用发的方法 用心善责表的方法 来处理 那么四肢为身体远端 水在四肢 一发汗 使水从汗孔而出 所以说可以使用大西龙汤 拿来治疗意义 好了 那么综合下来 大西龙汤可以治疗 风寒表 及预遇肌表 产生预热内生 第一 第二 可以用于治疗 食血侵犯到肌表 病人出现肢体困重 第三 可以治疗水影血 去翻译你的四肢 出现四肢水肿的 他们虽然治疗的病症 不完全一样 但是病肌是一样的 那就是 孰阴的这类邪器 对人的阳气 形成了一种额字 或者是淤阻 那么我们在治疗之后 用心温心善周表的药 来驱除这类邪器 就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 好 那么这次课 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三条条纹 当然我们重点讲的是38和39条条纹 我们也对前面讲的35条的麻黄汤症 做了一个补数 当然下来之后 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大熊龙汤症和麻黄汤症 到底有什么区别 另外 大家下来之后 提前预计一下 我们下次可以要讲的 就是40条 41条 小熊龙汤症 以及61条 干江富士汤症 这个是我们下次可以要给大家一起讲的内容 大家可以先预习一下 另外以后我们要讲的这个课程的条文 大家就参照我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沙哈论经讲 20讲的这个讲稿 参照条文就可以了 在后面这些条文当中 我们前面在讲 桂枝汤症建一个重要汤症的时候 我们把跟桂枝汤关系解密的条文都提前在前面讲了 那么在运行过程当中 遇到我们前面讲过的条文 大家跨过去就行了 我们在后面也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解 我们会挨到给大家的大纲的条文顺序 挨着挨着的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 在解读过程当中 我们会侧重在 整体框架的构建以及重要方症的临床运用 因为我们同学当中 有的是有基础的 有的是没有基础的 所以为了把这两拨人都照顾到 我们对这个课程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我之前是想策略在方症的归类解读应用 有的地方可能讲的过于深了一点 我们有些基础不好 或者是没有基础的同学 觉得有一些吃力 所以我们做这个调整 既照顾有基础的 也照顾没有基础的 那么在以后 咱们再找时间给大家做一些更加广泛的一个提高的一个学习 今天我们的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